这是多长时间供药这么多 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了 大家好 我是官哥 在这个医学科技日益发达的时代 我们国家那些传统老中医 现在还有人看吗 今天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家店就在武汉市武昌区的主干道 洛玉路上 对面是华中师范大学 背后是武汉大学 旁边就是已经没落的广布囤电脑城 它已经被手机和电商打败了 也不知道我们传的中医 会不会也是这样会没落下去 陈顺河中医馆 它这个中医馆在二楼 一楼没有携带的 我们给两个阿姨快早上去看一下 二楼上来吧 一上来之后就闻到一股很浓郁的中药味 然后门口这里有很多这个磕设斜 我第一次过来 桌子 要两个铁温是吧 两个铁温您登记也可以 登记一下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半钟了 然后他这边的一个铁的话人已经满了 坐的人比较多啊 我们转一下 然后看一下现在里边都什么情况 往那边走的话这里跨了很多金旗 然后走到上全都是人 第一次过来是吧 这莫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的呀 那我们就要去买了 哦 阿姨 你是不是来了很多次在这里看病 已经第五个星期了 第五个星期 哦 就是感觉怎么样了这里 还可以吧 买这么多东药 看病它开的嘛 哦开的药是吧 贵不贵的药 一共四百多啊 四百多 多长时间了呀 多长时间了 七天的 七天的一个星期的是吧 这个不错 一人一个房间 又安静又有私密性 这个 这边有刚刚这个春季羊干茶 贵的 吃了药 看来我们孩子很多的来吃药 孝敬药 来几次了是吧 好 效果怎么样 还可以是吧 我想问一下这个 八十岁以上 八十岁以上的导物是免购药费是吧 对对对 购药费全免的 全免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 已经放个日落在这里看这个 邻居过来看过 这是几块地的是吧 是 要吗是吧 要 那挺方便的 你们经常过来收货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有多少单啊 一二十单 一二十单 七六的已经约满了 别的更好 有十号 五十号已经满了 下周二的 下周二也快满了 到四十八号了 好 四十多号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要结束了 我想我们的传统中医 不会没落 永远会占有 一席这地 这次的正好 再次一号 再次一号